和蔡孟茗 小牧本 亦絞雙 好 我們正式開時間的家人科技廣場 首先 非常歡迎各位帶中 herbal 仙人科技廣場 我們還是依照慣例先問一下 就是今天有沒有新朋友加入我們的 可不可以趕快舉個手 好 歡迎你們 歡迎你們 謝謝 好像還有遇到同學 那個小綠生 好 歡迎大家 今天這場活動很有意思 就是 雖然是純演講的形式 可是我們一人都不擔心 因為我們今天的講師 陳教授 他聽他的演講 最小的年紀是有到我們中央大學 中大富幼 幼稚園的小朋友 都OK的 所以各位小朋友也不用擔心 今天會聽不懂陳教授講的內容 那我先稍微介紹一下陳教授 陳教授這邊有他的簡歷 我還是稍微念一下 我們非常驕傲的陳教授 是我們中大大學物理系的信友 那物理系畢業之後呢 就到紐約中立大學的 十七分校取了博士 那他的專長當然是在天文學 我們也很高興 現在科學廣場 慢慢的這個領域越來越廣 所以今天這場演講的主題是天文 那我這邊分享一個經驗 這個經驗是 各位朋友可能都清楚 我們在做的這樣的事情 是一個科普的推廣 那科普推廣有多難喔 只舉一個例子 也跟今天的這個題目是有關 我先念一下今天的題目 叫做挑戰宇宙黑社會 談暗物質於暗能量 那我要談的 這個跟科普推廣有什麼關係喔 我們曾經有一次就是 也是舉辦一個這個類似的科普講座 然後呢 這個講座結束以後 就有一些民眾在問問題 他問的問題其實我覺得非常的好 好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一般人請問你們 我們常常聽到一些這種名詞 最常聽到的是黑洞 然後可能有一些朋友聽過 宇宙背景輻射 叫做黑體輻射 後來呢 又有一些新的名詞出來 暗物質 暗能量 那請問你這些東西都是黑黑的 暗暗的 看不見的 可是他們怎麼區分 很明顯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說科普推廣難就難在 聽起來好像很像的這些東西 它實質上差異到底在哪裡 那專家學者怎麼透過深入淺出的方法 讓一般民眾可以了解到 聽起來很像的這些東西 差異到底在哪裡 那今天的題目非常有趣喔 黑社會很神秘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陳文萍教授 好 謝謝主老師 謝謝大家來 我今天其實真的滿惶恐的 我進來看到很多的小朋友 現場也有我的學生 還有我的老師 所以我都不能亂講 我所有笑話全部收起來 我就講非常非常嚴肅的事情 我本來看了這張海報以後 本來想說我應該打扮成這個樣子來的 不太容易 當然這個題目當然是有一點點 故意調皮一下 就是挑戰黑社會 不過黑社會是什麼 黑社會是我們社會上的黑暗面 我們不太知道它怎麼運作 不太知道這個人是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故意挑這個題目 絕對跟總統一個辯論沒有關係的 那當然我其實的大綱是這樣子的 我準備介紹一下 我們目前知道的現況 我們知道的宇宙現況是怎麼樣的 那這部分其實時間會講的滿多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 很快的一個概論 看看我們的宇宙 我們目前知道它怎麼樣 第二個我花一點點時間 講一點點道理說 我們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前面這一部分有點像填鴉式的教育 我告訴你說這邊是什麼這邊是什麼 第二部分告訴你我們怎麼知道的 這才是學問對吧 我們怎麼知道一顆心它離我們多遠 我們怎麼知道它是有什麼東西組成的 我們怎麼知道它什麼時候生出來 將來會怎麼死 偏偏都知道 下面是我就講到今天的一些新的課題 這個演講是我新準備的 先告訴大家一下什麼就是我的標題 什麼叫暗物質 什麼又是暗能量 然後最後有一個結語 我的投影片比較多 大概有六十幾張 那等一下燈稍微光黑一點 大家就會打瞌睡 那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的投影片的最下方都有 我的那個 等不都沒有了 奇怪 好 等不見了 那我在下方應該都有 我有告訴你說我講到哪一部分 所以你知道你醒過來以後 你知道說已經是結語了 那就快結束了 好 首先我們今天走到戶外去 我有一半我們看到的是天空 有一半是地面 地球輪替了以後 自轉輪替 對吧 輪流看到太陽 所以我們看到白天 有晚上 可是我跟你們一樣 我們從小到大學到的東西 我們學到自然科學 我們學歷史 地理 學的都是人的歷史跟地理 學的都是地 地面上這一半 那有一半呢 其實那一半生的多 大的多 我們比較沒有學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 就是這些東西 那我有兩張投影片 是我每一個演講 我都要講 雖然極乏味 考試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的 但是我認為是我最重要的兩張投影片 因為它讓我們建立一些概念 所以請你跟著我看這兩張投影片 第一個就是地球 這些都是真正的照片 地球呢 地球 我很喜歡問小朋友 有機會大家可以互相討論 我們怎麼知道地球是圓的 你說因為它叫地球啊 因為叫球 那是後來嘛 後來我們才叫它地球 對不對 人類花了好幾千年的時間 才知道為什麼地球不是方的 如果你知道地球為什麼是圓的 我下面要繼續問小朋友 那月亮呢 月亮也是圓的 因為看起來就圓的 對不對 叫月球 太陽呢 太陽就沒有球啦 太陽也是圓的 可是我說太陽為什麼 是像一個籃球一樣 這樣子一個球 它為什麼不是像鐵餅 像一個Pizza一樣 對不對 我們一看到它是圓的 其實從側面看它其實是扁的 為什麼不是 我們怎麼知道的 好 但是地球大家知道是圓的 地球有多大呢 因為我是吃這行飯的嘛 所以我的數字我就很熟 地球的直徑是一萬三千公里 換句話說它的圓周 大家都知道成3.14 對不對 圓周就是四萬 所以地球繞一圈四萬公里 四萬公里有多大呢 台灣從南到北啊 差不多是四百公里 所以我們要把台灣 一百個頭尾接在一起 才繞地球一圈 所以台灣不是很大 對吧 那四萬公里有多大呢 我聽起來蠻多 四萬公里 那可是又好像不是很大 因為我如果今天買個飛機票 坐到美國 假設我坐到紐約也好了 然後我又飛回來 飛機不是飛大的圓周 它不是飛這個最遠的路 所以不到地球的一半飛過去 可是概念上是這個意思 我飛到美國紐約 飛到地球的另外一邊嘛 然後又飛回來 意義上就相當於我繞了地球一圈 所以不難啊 我每個人都可以買機票繞地球一圈 對吧 下一張照片是月球 月球我們常常晚上都看得到 月球離我們多遠呢 月球離我們平均是三十八萬公里 嗯 三十八 以萬座單位的話 比四萬多 所以月球離我們有一點距離 可是你仔細想 你聽完這些數字以後 不應該這邊聽到這邊就出去了 你應該在你腦筋裡面停一會兒 如果我今天飛到地球繞一圈四萬公里 不是很難的話 那麼我到月球也應該不很難 因為三十八萬不到四萬的十倍 三十八嘛 不到十倍的距離我就可以沒有路啦 否則我開車都可以開到月球啊 我稍微有點耐心我就開到了 不難 人類三四十年前就已經登陸月球 一共有二十五人次目前去過月球 所以比如說月球 三十八萬可能不是非常遠的一個人 有人可以去 我們沒去過 但有人去過又回來了 對吧 太陽呢 太陽離我們一億五千萬公里 你知道這個數字很大吧 對不對 有多大呢 到底有多遠呢 嗯 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到底是太陽遠還是長安遠 那說嗯 舉頭就看到太陽 但是看不到長安 對不對 一定是太陽比較近 我舉頭就看到了 第二天睡醒覺 有說沒有 我終於想了一下 我後悔了 因為我聽說有人從長安來 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從太陽來 所以答案相反 聽起來都很有道理啊 都是推理 對不對 推理 來一億五千萬公里 到底有多遠呢 哇 我知道一定很遠 因為從來沒有人去過太陽 古時候的神話有那種蠟座的翅膀 拿拔拔來做做做 飛了一半蠟化掉就摔死了 對不對 即使有人想去過 也沒有人回來過 是吧 好 因為這些數字都很大 所以讓我來做個比喻 我把剛剛的什麼四萬啊 三十八萬啊 一億五千萬啊 來做個比喻 讓我們比較好了解 第一個我把地球比喻成一顆鹽 鹽巴啊 吃飯的那個鹽巴 大概比我們平常用的那個尺啊 最小的那一格還要小 所以才0.3mm 好小一個 然後我在一根手指頭以外的地方 放一顆胡椒 一根手指頭差不多一公分 一公分的地方 現在是一公分代表三十八萬公里 對不對 我放一個胡椒 這都成比例囉 如果在這個比例之下 那麼這個太陽呢 差不多從我這邊 差不多到這個機器 差不多從最那邊的那個同學呢 到大門口的那個距離 四公尺以外 一個像網球般大小的番茄的大小 就是太陽 所以三十八萬公里 在我們這邊變一公分 這邊變成四百公分 對吧 喔太陽滿圓的 太陽系裡面太陽最大 第二大的呢是木星 木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它比太陽小 可是比我們大很多 到底有多大呢 太陽的直徑 是木星的十倍 直徑是十倍 體積就是一千倍喔 對吧 那木星的直徑呢 是我們地球的十倍 所以你知道 所以太陽是我們的一百萬倍 一千的一千嘛 一百萬倍的體積 喔太陽真的很大 在我這個比喻裡面 太陽相當於一個網球的話呢 那麼木星啊 差不多在我們這棟大樓 二十公尺以外的一顆木瓜的紫 它沒有番茄那麼大 但是比鹽巴大多了 對吧 好 它是我們最大的 我等一下都要用到這些東西喔 那另外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天體 叫做冥王星 我這邊用一個初體制說 它曾經是最遠的行星 它現在還在 冥王星還活得很好 可是它被降級了 它現在不是行星 等一下我會講這個事情 但是它還是滿大 這個真正的照片 它離我們很遠 所以我們看不是很清楚 它相當於我剛才隔壁一棟大樓 一百五十公尺以外的一顆細沙子 你可以從這個比喻你已經知道 為什麼它被除名 它是很小的 它怎麼可以跟我們平起平坐呢 另外一件事情 人類幾十年來放出去的太空船 比子彈還快喔 飛那麼快 目前還沒有出這個如來佛的掌心 還在太陽系裡面 因為最遠最遠 當時最遠的那個行星呢 才相當於我們這個校園這個角落 一百五十公尺方圓之內 還沒有脫離這個掌握 對吧 我貼上幾顆星星 牛郎星 子女星 我問它旁邊是不是有木星 它旁邊是不是有地球 它旁邊是不是有月亮 是不是有人類 是不是有生命 這很好的問題啊 那我說天上離 離我們最近的一顆恆星 就太陽嘛 對不對 其他都是繞著太陽轉 都不會自己發光的 好 離地球最近的一顆恆星是太陽 那離太陽最近的一顆恆星是誰呢 我們現在研究了我們的地理 不是水星喔 水星不是恆星喔 對不對 水星是在太陽旁邊的一顆石頭啦 像我們地球一樣一個行星嘛 離太陽最近的一顆行星呢 在台灣看不到 在南半球的天空 有一個區域叫半人馬座 裡面的一顆星叫阿法星 阿爾發星 半人馬座阿法星是一個三顆星的系統 它兩顆星繞在一起 第三顆星繞著這兩顆星 這個第三顆星目前是離我們最近的 它是我們的鄰居 那麼在這個比喻裡面 不要忘記喔 剛才我們人類還沒有出這個 我們校園的理學院150公尺方圓的一顆番茄 掌握了這個方圓之內天體的運動 提供了我們光跟熱 在這個比喻裡面 在離我們太陽最近的另外一顆恆星 在半人馬座的阿法星離我們多遠呢? 它在菲律賓 它在菲律賓的另外一顆網球般大小的番茄 恆星跟恆星之間空的不得了 你今天小朋友站在中大校園拿了一個番茄 你要丟你最討厭的同學 你找不到為什麼我把他送到菲律賓去了 他也拿了一個番茄 他要丟你 他很討厭你 你兩個人番茄 就算是你知道對方在哪裡 你丟過去這兩個番茄撞在一起的機會是0 為什麼?因為空的不得了 太空很空很空很空 對吧?太空就這麼空 下面這張圖地球跟月球是呈比例的 就是它的大小跟它的那個距離是呈比例 好遠好遠 好 我已經花了好久時間講這張投影片 我現在還要再花相同的時間再講一次 大人就是很討厭 明明我知道的事情還要一講再講 所以我要把我剛才講過的東西全部重講一遍 但是我這次講的我講的比較有學問 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手上拿了這支雷射筆 它的光從這邊跑出來到那個牆壁 很趕很趕的時間 因為光跑得非常的快 光跑得多快呢?它一秒鐘可以跑30萬公里 好快喔 一秒鐘喔 我這樣 第一 搭一秒鐘 跑30萬公里 30萬公里是多快 來來來 我剛剛填鴉式的教育 地球圓周多少 四萬 所以30萬公里就是圓周的七圈半 光不會繞地球 因為地球太小 它沒辦法讓光彎曲 可是它走的一秒鐘走的直線的距離 我來繞地球可以繞七圈半 一秒鐘可以走七圈半 這麼長的距離 好 不得了 快了不得了 這麼快的東西 月球離我們38萬公里 所以光線 我這個雷射比如果夠強 我照往月球 照過去 從我離開這邊到月球多少 一秒多一點點嘛 因為它離我38萬公里 我一秒多一點點就到 我眨個眼睛就到了 太光人去月球以後 有在那邊放鏡子 所以人類在地球上 用實驗室裡面的雷射 打到月球的鏡子再反射回來 我看中間經過多少時間 因為我知道光跑多快 我就可以算地球跟月球之間的距離 一算 月球在離我們遠去 一年只有四公分 很小 可是月球在離我們遠去 這是我們可以測得很準的 太陽離我們以五千萬公里 以五千萬跟三十萬來比的話 就好多好多秒 多少秒呢? 差不多五百秒 八分二十秒下課的時間 眨眼睛光就跑到月球了 再眨眼睛它就跑回來了 可是從太陽跑過來要八分多鐘 我現在走到外面去看到的太陽 是它八分二十秒以前發出來的光 我不知道太陽現在還在不在 全世界沒有人知道 要八分半以後我才知道 剛才我講話那一剎那 那時候的太陽在不在 我等一下今天還講這件事情 到底現在是什麼意思 誰的現在 你爸媽叫你去下去做功課 什麼叫現在 是誰的現在 好 這麼快的東西光線 從半人馬做的阿法星 比我們最近的叫皮靈星 跑過來要四年多 你就知道太空有多空 對吧 四光年 光走一年的距離 我們叫光年 所以皮靈星離我們四點多光年 各位小朋友將來長大以後 念大學的時間 你進大學到畢業過一個暑假 光線才到 就這麼遠喔 我們太陽 地球跟皮靈星 大家繞在一起 構成一個系統 星系 我們所在的這個星系 我們給它一個特殊的名字 叫做銀河系 銀河系有好多好多顆星 有幾千億個像太陽這樣的星球 大家繞在一起 一共好大好大的一個系統 大概由光來走 要走五萬到十萬年 我們這一個系統 好像我們學校一樣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旁邊還有一個學校 還有別的星系 它離我們大概幾百萬光年 那這些星系一直綿延下去 一直綿延下去 目前我們的望遠鏡 已經看到了 起碼超過數千億個 這樣子的星系 所以跟人生中很多事情一樣 宇宙到底有多大 我想到現在還沒有給你答案 答案在哪裡 在點點點點 因為我今天蓋了一個更大的望遠鏡 我就可以收集到更微弱的光線 微弱是它是 我可以說比較遠拔出來的光 我就看到了更遠的宇宙 人類現在還沒有看到宇宙的邊 這是我們目前知道宇宙的現況 看到沒有 我螢幕上有耶 所以各位看不到這下面 這邊有個宇宙現況 好啦 這張我很喜歡跟這張我前兩張照片 圖頭影片一起展示的 這張是地球的夜晚 我好喜歡這張圖片 因為這張照片是我們拍不到的 它是真正的衛星的照片 可是任何一個人在衛星拍不到這張 因為地球在太空裡面飄著 陽光照過來總有半個面是亮的 不可能全部是黑的 等一下 它是把黑的部分拼起來拼了一張照片 我好喜歡這張為什麼 這張是什麼教材 你知道這張是地理教材 學校的地理老師應該要拿它來上地理 譬如說因為每一個光點就是一個城市 你就可以知道人口集中的地方 對不對 光亮的地方 你可以找到台灣 台灣看到沒有 台灣在哪裡 這邊嗎 在這邊 在小小的這邊 左邊是這樣的 好 這張回去到網路上去找夜晚的地球 你就找到這張圖仔細的去看 你就發現說人口在亞洲在東邊 這邊是沒有人口的地方 然後到日本那邊去看韓國 這張照片很有意思 你仔細看還會看到海裡面還會有光亮 那邊沒有任何城市 它是日本的捕魚船 日本的捕魚船 這個勢力強大到它可以有光線出來 好了 可是地球在轉 像下面這張圖告訴我們地球在轉 所以大家輪流看到太陽 看到太陽就是白天 看到就是晚上 大家公平輪流晚上白天晚上白天 對吧 沒有問題 這我們看到的情形 這張照片就是現在 我們現在把地球展成方形 像地圖一樣 我們就看到白天的我們 台灣現在在白天 再過一段時間 我們就到陰影裡面去了 我們就是晚上了 太空人看到的 就應該像這樣的情形 當然這不是球體 它是投影成一個地圖的樣子了 好 下一張 這張講完就結束這個課題了 但我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講 這一張考試都會 我相信在座的諸位的爸爸媽媽任何人 考試都會 但是觀念不見得是對的 為什麼因為人類花了幾千年說明明地球就沒有動啊 明明就是看到太陽每天在動 地球就是沒有動 地球就不是圓的啊 我這樣走走走走都是平的 我說沒有掉下去嘛對不對 只是花了這麼久的時間 為什麼因為不直覺 它跟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 我剛剛說地球自己在轉 地球也繞著太陽在轉 很有意思喔 我如果這樣看下去 地球是反時針轉 地球的公轉繞著太陽也是反時針 我填鴨式的告訴你就是這樣子 我等一下再告訴你為什麼 反時針轉 所以這邊的地球 這邊是白天 所以這一面是白天 這一面是晚上 它看到了這邊的行星 過了幾個禮拜 地球跑到這邊去了 它的白天在這邊 它的晚上半夜是這邊 它看到不一樣的行星了 所以一個晚上它會看到不同的行星 一年當中它可以看到天空中 不同的星球的組合的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夜空 就是公轉跟自轉加在一起的效果了 好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行星是怎麼樣呢 天上有亮的行星 這樣是真正的照片 有暗的行星 亮的行星有幾種可能 第一種就是它很亮 它像探照燈一樣亮的不得了 還有一種可能呢 它其實不亮 可是它離我們很近 我把一個探照燈 離我拉我很遠 另外一個小手電筒 就在我眼前照你說誰亮 對不對 距離跟發光程度不一樣的行星 人類看到了 有這些圖形組成的 行星有的近有的遠有的暗 彼此之間可能離得很遠很遠 沒有關係的 人類為了方便辨認體見呢 把這些星星連成一些圖形 這個圖形像什麼 像一頭獅子 像小白獅子 對吧 前面有它的前爪還有頭 獅子座應該像是比較像的 在座就有獅子座了 對不對 這就是你的星座 把這些亮星看起來構成的圖樣 我們把它叫做星座 按照這個星座所在的地方 把那個區域給圈起來 我們就把它分成天區 就好像我們有中立有桃園 把天空也分成一個區域一個區域嘛 讓我們才有弟子 對 我們這是天子 好 這又是另外一塊區域 在台灣的夏天 我們就會看到這些區域 我們看到有一些亮亮黑黑紅紅藍藍的東西穿過去 然後有幾顆比較亮的星球 在這邊有比較亮的星球 還是一樣為了方便辨認 我把它給它一些名字 我把剛才這張照片 這張亮星下面有點像美國的地圖一樣的呢 你看看是這個尺度 我把它縮小一點點到這邊去了 我往後退一點 尺度放大一點 我們來看看 把這 右下角這一顆星是天狼星 天狼星離我們十六光年 下一顆星是織女星 它靠北邊 大概是二十五光年 牛郎織女 是吧 左下角還有一顆星是天津寺 離我們一千六百光年 各位第一件事情你看到這樣的照片 你就要養成這個習慣 第一個我們怎麼知道它距離我們多少 第二個就算是對的 十六光年、二十五光年、一千五百光年 天津寺沒有比他們兩個岸太多耶 所以得到第一個結論 天津寺一定很會發光 它這麼遠還可以看起來蠻亮的 它實際一定很亮對吧 好 這三顆星因為很亮 夏天很容易辨認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們可以把它連成一個三角形 現在投影出來不是直角 真正在天空看是直角 因為把它拉平投影的關係 這一個三角形就叫夏季大三角 它只是為了方便辨認 好了 我們今天的目的不是要辨認行星 因為白天嘛 但是各位想一想 太陽是八分半鐘之前的太陽 十六年前的天狼星 二十五年前的之女星 一千五百年前的天津寺 我今天晚上走出去一眼看盡 我看到了再講一次 一千五百年前的他 二十五年前的他 我今天不用眼睛 我拿望遠鏡 我的眼睛只有瞳孔能收集光線 好像下雨天我拿著很小的瓶口去收集雨 一定收集雨不多嘛 我拿個大點盆來收集雨 就可以同時收集很多雨水 一樣的道理 我今天到外面去 我不用眼睛 我用一個大的鏡子去收集星光 同一個時間之內 我去收集很多很多的光線 我去看到很暗的星球 我看到了就不只二十五光年 一千五百光年之外的東西了 我可以看到一百億年以前發出來的光 它這個光線它發出來以後 花了一百億年才到我們這邊 我今天晚上出去也看到它了 它是一百億年以前發出的光 我看到的是一百億年以前宇宙的樣子 所以天文學這門學論很妙 它把時間跟空間結在一起 真的我看到這顆星這個天體一百億年 一百億年一百億年 我研究它們就是實際研究一百億年以前的宇宙 考古但是我不是去挖古頭 我是真正看到以前的天體的樣子 我不能改變它 我不能說你不要這麼亮好不好 不行 可是我真正看到了 我可以研究它的 對吧 所以我可以講這些事情 好 這是現在 這幾天 這一個月天氣都不好 萬一這兩天天氣好了 大家入夜以後去看 就會看到冬天的獵人的樣子 旁邊會有天狼星 天狼星會有金牛座 所以我下面要展示獵戶座的樣子 因為獵戶座我非常喜歡 左邊這張是一個獵人的樣子 對吧 它有一個腰帶 有肩膀、膝蓋 拿著一個棍子 拿著一個盾牌或者是獸皮 幹嘛呢? 它去追它右邊這個金牛座 西方的神話故事 帶了一隻大狗、一隻小狗 大犬、小犬 那故事、神話故事 把這個星座啊 用故事的方式來表達 所以這張是圖、人畫的 右邊這張是真正的照片 但是我們加了線條 讓你方便便便 你看到這邊有三顆星 戀戶座很大 你整個手掌打開 才正好勉強把它遮住 好多亮星在這個手掌範圍內 有三顆亮星相當於 它的腰帶、肩膀、膝蓋 你如果拿一個小望遠鏡 看球賽的望遠鏡去看 你看它右邊這個膝蓋 它是一個光點 你眼睛看還是一個光點 你拿望遠鏡去看 它還是一個光點 很無聊 它就是光點 可是你要是看腰帶的下方配件 這把配件的地方 你就會發現那邊的行星不乾淨 它不是光點 它像個棉花球毛毛虛虛的 不清楚那是什麼 那是恆星誕生的地方 恆星正在從那邊正在做出來 我常叫它在太空裡面的小兒科 婦產科 東西正在誕生出來 所以星星活得好好的 旁邊都沒有氣體了 還有氣體剛剛誕生星球的地方 左邊肩膀這一顆星 看起來顏色就跟人家不一樣 這一顆英文叫Bitogeuse 中文叫生鏽氏 那個鏽就是樹色的那個樹 因為古代的中國認為 星星住的地方就叫星鏽 就是星座 跟現在概念是一樣的意思 上面是生鏽氏 生鏽氏是什麼星球呢? 生鏽氏快死掉了 如果我們有一般內科 有小兒科的話 這就是老人科 它是頭號 現在銀河系裡面 快要死的星球之一 譬如說明天如果爆紙燈 說這顆星爆炸死亡了 天空學家都不會意外 可是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100年以後 可能是1000年以後 在整個宇宙的程度裡面 就是快要發生了 快死掉的星球了 快死掉的星球 顏色變了 變得比較紅紅黃黃的 這張頭椅看不太出來 其實在這邊還有一個 一團氣體是紅的 這邊還有一個氣體 是一個半弧形的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這邊 在這個地方 很早以前有一個星球爆發死亡了 它炸出來的那個波動啊 推了這些氣體 把這些氣體給激發了 氣體發光了出現 所以這邊不但有生老病死 還有已經死掉了 屍骨已經不存 但它炸出來的東西啊 留下來的這個遺跡還在這邊 這一張呢是天圖 我們不用照片 把它畫成比較亮的星球 用大的圓圈 比較暗的用小圓圈來表達 然後星座跟星座之間 用線條來刻開 你看到沒有 獵戶座 獵戶座裡面有一個獵人的樣子 還有其他地方 小猩猩 這邊是金牛座 大犬座、小犬座 天圖 這張照片就是一張照片 但是這張強調的是 剛才我講的那個氣體 它的星球沒那麼明顯 但它的氣體很明顯 用不同的攝影方式 這邊頭部有一團氣體 紅色的氣體 星星氣體 最後一張獵戶座是畫的假的 是這一張 來再看一次 腰帶的星球 身鏽式 肩膀 兩顆膝蓋 天狼星 往右延伸 金牛座的眼睛 還有七姊妹星團 這是真正的天上的星星的樣子 可是畫成一個 我認為浪漫都不得了的圖片 很棒 卡高亞先生 日本的一個畫家 他當他要畫的時候 他說我要當一個不一樣的畫家 什麼畫家 還畫天上的東西 畫天文學的東西 他就有他獨特的地方了 對吧 我常常跟說 我們畢業好不好找工作 薪水多少 不在於我們多用工 不在於我們多賣力 在於取代性高不高 我們的工作要是每個人都可以做 我們薪水當然不高 對不對 卡高亞獨特就在於 他當一個不一樣的畫家 對吧 好 所以這個剛才講的那個天河的那個地方 我們看到了 有一個帶狀的東西過去 這就是銀河系 太陽跟其他的星球繞成一個系統 但是這個系統在轉 天行見 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體都要動 人也要動 為什麼 地球如果不轉 就被太陽的引力抓進去吃掉了 所以地球要轉 轉了以後 他的引力啊 被他的離心力抵消掉 他就轉得很舒服 很安穩 一樣的道理 太陽跟其他東西 幾千個恒星繞在一起 要轉 可是要轉的話 會怎麼樣 就會變扁扁的 對吧 就變扁扁的 太陽就在這個扁扁的這個結構裡面 所以我們看出去這個結構裡面星星就很多 上下星星就比較少 這一個結構就叫銀河 這張現在有點光害看不清楚 這就是銀河 下一張就很清楚了 哇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看到銀河 對吧 用照片才看得到眼睛看不清楚 好 再給你看一張銀河 可是這張銀河是有道理的喔 我為什麼放這一張 這就是剛才的獵戶座 他的頭 他的弧形 他的剛才不清楚的地方有沒有 就這樣子 這就是 所以獵戶座剛才的那個 就是整個銀河的一部分 銀河裡面還有好多這些紅色的氣體 就是被激發的氣體 氣體被撞擊激發以後 氣體就會發光 這有什麼特殊 我們的日光針全部都是這樣子 只不過我們不是撞它 我們給它電 讓它激發 它就會發光 大自然跟我們日常生活中 是一樣的到底的 好了 這張我不講了 讓我講這張頭影片 這張頭影片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好多考題在裡面 不是 好多專有名詞 那我要一口氣把它講完 來 太空中有一團氣體 它縮在一起以後呢 氣體如果不是很多 它縮一縮沒有壓得很緊 萬有引力沒有把它壓得很緊 它一輩子當氣體 跟原來有什麼不一樣 比較濃 它的塵埃就會擋到後面的發光的東西 我們就叫它星際的暗雲 這些暗雲密度比較高了 好了 可是萬一這張氣體很大 它一縮下去 中間溫度升高升高升高 升高到某一個幾百萬度的時候 它就很奇怪了 它的原子核跟原子核就會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新的原子核 就跟我們這個核能場 類似的效果可是不一樣的原理 可是它就什麼意思 就是靠原子本身的原子核 就可以放出能量出來 我們的太陽中間就是靠原子核在發光 所以我這張真正太陽的照片 它大概中間半徑四分之一的地方 溫度就達到了幾百萬度 所以它可以形核子反應 所以太陽會自己發光 地球呢 地球中間不夠熱 沒有辦法形核反應 地球我們看到月球是因為陽光反射 把月球丟到太空裡面去 沒有太陽的地方 我們就看不到它了 它不發光 好了 太陽自己會發光 所以中間就做了太陽 來 太陽旁邊那一團氣體 我不是說東西轉就要變扁的了嗎? 它轉轉轉中間做了太陽 旁邊這個扁扁的東西啊 中間呢 等塵埃啊 就開始聚在一起變大塵埃 每個掃教室的人都知道 你把塵埃一掃一掃一掃 就塵埃就越堆越大堆 對不對? 就變大堆的塵埃 所以塵埃慢慢慢慢聚集 就變成小行星 這看起來是不是像石頭啊? 它就是石頭 它在地上我們叫它石頭 又在天上叫它小行星 是吧? 給它一個名詞 小行星 小行星如果再靠外遊 與你自己聚集在一起的話呢? 它就變行星了 這是一個火星的真正的照片喔 這是小行星的照片 這很小 這個最小還是像中央大局校園這麼大 再小的呢? 望遠鏡不容易看到它了 反光太弱了 當然有小的我們沒看到它 這個呢? 這是火星跟地球一樣 是一大塊石頭 對不對? 好大的一個一塊固體的東西 地球的直徑呢? 是一萬三千公里 你看我天下式教育很成功對不對? 好大一塊石頭 好了 這些石頭有可能沒辦法繼續聚集 它就會變成小行星 留在原地 可是離太陽比較遠的那些小行星啊 它不只是石頭 岩石 它還有冰塊 那這些冰塊啊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就是冰塊 可是冰塊如果跑到太陽附近的話 太陽有熱嘛 這些冰塊就會怎麼樣? 揮發了對不對? 冰塊從冰箱裡拿著會冒氣吧 那是因為它揮發掉了 拿出來 那這些冰塊靠近太陽的時候呢 就揮發掉了 陽光一照 陽光太陽吹出來的物質一推 我們就看到了彗星的現象 所以這些從大 大東西是由這些小東西 慢慢慢慢慢慢建構出來的 中間太陽其他地方繞著太陽轉 這就是我們的銀河 這就是我們的太陽系 這幾張照片大家看一看 都是反光的 一球大小沒有照比例 火星、木星、土星 每個長相都不太一樣 每個小朋友一看就會認出來 因為它長相不一樣 可是都是類似的東西 它都是太陽旁邊繞著太陽轉的行星 好我不仔細講喔各位 因為都是反光的 太陽旁邊有八個行星 現在已經在好幾千個 將近兩千個的太陽旁邊 就其他的恆星的旁邊 找到了行星 這是各位家長在讀書的時候 還沒有的事情 過去十年左右的機會 尤其這一兩年 在其他的太陽其他的星星 天啊星海說不定旁邊都有 我剛剛問它旁邊是不是有木星啊 有可能有 現在已經有兩千個旁邊有行星了 好地球火星、木星、土星 好了其中彗星最好玩 因為它我剛剛講它是冰塊質的東西 但是靠近太陽以後 它的氣體揮發出來就冒氣了 這個彗星我們很高興 是因為是我們中央大學 在陸林的天文台自己發現 我們家陸林彗星 你看它有這些冒出來的氣體對吧 然後太陽在這邊 然後讓它冒出來的這些尾巴 對不起 太陽在這邊 好 彗星 那我們來看看下一張畫 同樣是陸林彗星 然後把它做成動畫 仔細看喔 不能眨眼睛喔 星星沒有動 彗星在動 對不對 還有呢 有沒有看到那小小的怪怪氣的東西 那就是太空垃圾 或者是小行星一樣 是小分析很小的東西在跑 對不對 垃圾 就是那些人到衛星廢棄的不要 都會造成這種現象 你放一個太空船去的話 你就小心點不要被它砸到了 其實它們相隔距離很遠啦 所以達到的機會並不是很大 而且它們有一定的高度 不過這張照片我很喜歡 因為它表示恒星都沒動 我們把它疊成沒動 然後呢 讓它彗星再跑 我們看看它那個尾巴的這個變化 這張很棒 好 太空裡面除了這些東西 還有一些很小的東西 小睡渣在太空裡面跑 我們也在太空裡面跑 一撞到呢 我們就會在大地裡面形成了流星的現象 也就我不細講啦 好啦 我們講講冥王星好了 冥王星在2006年的時候被除名了 各位爸爸媽媽跟我一樣 讀書的時候冥王星都還是行星 對不對 行星還可以除名的 你看人類真是多可怕 好 這張照片是 右上角照片是各個行星的軌道 太空中沒有這些線條的 是它走過的軌跡呢 我們把它用線連起來幫助我們認識它 我下面要放一張動畫 其中綠色的部分是冥王星 裡面的這一個稍微藍一點的 是它靠裡面的那一個海王星的軌道 來 我們仔細看 先是正面看 然後這軌道後面會慢慢慢慢傾斜 我們來看 這邊已經傾斜了 Sorry 剛剛進行了一半是不是 讓我們讓它從頭開始好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你看 冥王星的軌道 橢圓的 它跟人家圓形不太一樣 然後如果到了側面以後呢 大家規規矩矩都在一個面上 黃道面 偏偏只有冥王星怎麼樣 很不合群 它歪的 它歪了17度 冥王星不但軌道是橢圓 大家都是圓形 為什麼是圓形 因為我剛剛說那一團雲氣中間做的太陽 裡面這些塵埃大家聚集在一起 一定是相同方向跑的聚集在一起 對不對 大家都要跑操場說規定大家都反時針跑 你說我不要 我就要跑橢圓 我一下跑到第一軌道 一下跑到第二軌道 一定會跟人家相撞 所以剩下來的幾個八個行星 其實大家就很規矩 你看到沒有 從側面看這在同一個平面上 所以冥王星一定不是跟我們一樣這樣長大的 果然這幾年的發展 在海王星之外找到了上千個這樣子的天體 冥王星只是其中一個比較大的 換句話說它不是跟我們同樣生下來在這邊長大 它是長長長長以後又被拋來拋去 拋了以後又掉回來就會滾到不規則 對吧 比較橢圓 混星也是一樣 也是丟出去再跑回來的 好了 所以我們點一下名字 戶口名簿 太陽系的戶口名簿 我們來看看 這張照片是真正的東西 湊在一起 但是不成比例 距離不成比例 我們看到一個好大的太陽 看到了八個行星 裡面的四個比較小 其中最大的是第三個 地球 外面的四個比較大 其中最大的是木星 我剛剛講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就是它了 裡面的四個是有延時值的 像地球一樣有地的 可以登陸 太空船可以登陸地球 太空船不需要登陸地球 可以登陸火星 對不對 外面的兩顆星是氣體 所以太空船不能登陸木星 你看科幻小說登陸木星 那是騙人的 木星沒有地 它是氣體 它氣體的組成跟太陽一模一樣 它為什麼沒成為太陽 不夠大 對 太陽的 就我剛剛講的 不夠大 它只好屈居於行星 對不對 另外這兩顆 天王跟海王呢 它們是冰體的 冰塊的 冰塊體的 你看 大大 中中 小小小小的 這八個是行星 另外冥王星呢 已經被 它比小行星大 可是比行星小 所以它變成另外一級 叫做矮行星 目前知道五個矮行星 我們戶口名簿裡面說 太陽系有五個矮行星 會不會又多一個出來 有可能 當我們發現越多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 然後下面大小不成比例 要不要畫不出來 小行星很小 小行星大概像台灣這麼大 像中央大學 像中立這麼大 小小的 彗星更小 彗星大概真的跟中央大學 效能大一點點這樣 所以這就是我們目前知道的情形 好 我們來看一些照片 哇 這張照片好漂亮 這真正的照片 我們看到了你在獵戶座的方向 我剛剛講小兒科的地方 看到有一些雲雲氣 紅紅的 你現在懂了 紅紅的是被激發的氣體 氫氣 它自己會發光 我們叫發色星雲 它為什麼會發光? 因為這邊的亮星照耀它以後 它被激發 對不對 激發以後就發光 好了 有些還會反光 它發出來的東西被旁邊的氣體反光 我們就看到藍色的光線 就跟我們白天的天空是藍光是反光 是一樣的意思 可是除了這些紅光自己發光 藍光 藍色的氣體反光以外 我們還看到一些黑黑的 這些就叫黑暗星雲 這些之所以叫黑暗星雲 它看起來就黑黑的 可是各位 要是把這些星星全部關掉 沒有光源 就不用把太陽關掉 行星我們就看不到了 我如果把這些星星光關掉 就沒有東西激發它了 發射星雲就不會發射了 反射星雲就沒有光源了 那麼這一片漆黑 那哪有什麼黑暗星雲 我們怎麼會知道它存在 不知道嗎 對吧 所以這個黑暗星雲之所以知道它存在 是因為它擋住了後面發光的東西 我們才知道 我們把它叫做黑暗星雲 注意 這第一個黑暗出現了 這黑暗星雲是什麼 它是塵埃 塵埃擋到了後面發光 我今天教室裡面有燈光 我如果拿一個石頭把它敲成粉碎 這些塵埃泥漫 我就燈光就看不清楚了 擋住了 這是剛才這個 這個黑黑的這個雲 把它我們鏡頭又往後拉 更廣角 各位在這裡 看到沒有 好小的剛才那個 好小的在這裡 哇 原來這麼大一塊區域都是發射星雲 這個地方真的是難怪是婦產科 好多恆星正在單身 好多很激烈 雲氣還沒消散 對吧 很活躍 來 我現在要把這個黑色的這一部分放大 這部分 這個有點像海馬對不對 很像一個馬的頭 所以它就叫馬頭星雲 你看一個馬的樣子 還是一樣喔 不要光看熱鬧 我們來看看能的 第一個 這個馬頭奇怪 邊邊亮亮的 邊邊亮亮就表示說 它並不是真的那個地方就黑了 很奇怪 就是沒有發射星雲 有可能是這樣子 不是 它背後是充滿了氣體 前面擋了一個黑色以後 這些光還會反射嘛 從邊邊反射過來 對不對 所以邊邊也是有光反射回來的 第二件事情 你看這裡面的星星都紅紅的 為什麼 因為後面的星光要穿越障礙了以後 紅塵 黃綠 藍電子 一大堆的光線 哪一種光線容易透過來 紅光 我們地球上面那個警告燈都用紅燈 為什麼 紅燈才能超越障礙嘛 它的波長比較長 對不對 第三個石頭 我小腳跨不過去 我大腳一跨就跨過去 波長長 所以我們警告燈都用紅燈 為什麼 它比較能夠透過障礙 後面的星光 後過來的紅光居多 所以我們看到的星星就偏紅 哈 那是後面的星光 哇 這張漂亮 這張看 這張不像老鷹喔 因為整個老鷹是很大的一塊區域 在太空的哈伯旺明鏡拍了這張照片以後 上了好多報紙的頭條 這是什麼呢 這就是小兒科這些星球正在誕生 然後星球把旁邊的氣體開始吹散了 剩下來的一些像柱狀的氣體 有點像大象的那個鼻子 對吧 柱狀的一個地方 正在誕生星球的地方 也是一樣 我們活生生的看到恒星在誕生 我們活生生的看到恒星在誕生 不講嗎 還是講好了 因為這個滿精彩的 不過這個有點乏味急 那團氣體如果很小 它縮下去點燃不然核子反應 木星嘛 要是它夠大 縮下去點燃核子反應 要是它那個星球很大 它縮下去 天津溫度很高 核子反應很快 核子反應很快的意思就是它 一秒鐘發出來的光是很多的 這顆星就會很亮 天津寺一定就比較亮 對吧 剛剛講啊 它就是屬於那種 比較大質量的星球 大質量的星球 一秒鐘發出很多很多的光 所以它就很亮 而星球的表面沒有差太多 表面積沒差太遠 很多的能量從表面冒出去 它的表面就會很熱 一個很熱的發光體 就會成藍白色 我們小時候現在家裡比較少 有一種燈泡 你一開 那個燈絲紅紅的 然後你再轉它就變橘紅色了 你再轉 空電越來越多 它就變成白色了 對吧 它的溫度反映了它的顏色 讓它顏色不一樣 發光體越高溫越藍白 低溫的發光體紅紅的 注意啊 只有發光體 反光的不算 你不能說你穿藍衣服是比較熱的 穿紅衣服是沒有 反光不算 發光的 所以卯秀星團剛剛看的七姊妹裡面 藍白色的星球表示這些星球怎麼樣 表面溫度高 很會發光 現在我們天文學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它東西多 質量大 我們太陽是另外一個方向 太陽是一個很普通的星球 中間的核子板一慢 發光很微弱 通過表面 每個表面的單位面積 一塊面積裡面通過的能量少 所以它比較冷 比較冷就會紅紅黃黃的 來來來來來來來 這張照片很可惜 投影出來效果不好 其實可以看到藍色的星球 有一點點紅紅黃黃的星球 所以星星是有顏色的 顏色反映的是它的溫度 反映的是它的質量 來 我們的太陽已經活了51年了 地球已經活了51年 我們 據我們對恒星的了解 太陽中間還有很多核子反映的燃料可以用 它還可以再活51年 所以總共太陽可以活100億年 嗯 等一下我們讓它死 下一張投影片才死 太陽活100億年 可是像牛郎星 織女星 天狼星 都屬於這一類 藍藍白白很亮的星球 質量很大的星球 它卻只能活1億年 它不是很大嗎 它核子燃料不是應該很多嗎 偏偏它是敗家子 它燃料雖然多 可是它消耗得很快 它才會很亮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尖狼星這種藍白色的星球 很像是一桶汽油 它雖然就容量很多 可是一把火很熱就燒光了 我們太陽很像是木炭 溫火 可是慢慢燒 因為它可以燒很久 所以生前的時候 活著的時候這些星球 亮得不得亮 很耀眼 活不久 就是人類的一樣 紅顏薄命啊 活不久 壽命短 活的時候很亮 很耀眼 活不久 如果太陽100億 把它比喻成人類的100年的壽命 那麼天狼星 牛郎星 織女星 才一億年相當於一歲的孩子就夭著了 這樣子的孩子沒有時間學太多東西 把我們地球的文明如果搬到織女星旁邊 當然能量很多會不會演化出不一樣的文明 我們不知道 可是如果還是我們這種文明的話 專門演化不了 到這邊請演講 只有一億年的壽命嘛 我們人類地球上面花了幾十億年演化 才到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對吧 那邊的社會會很不一樣的 不過我在這邊都要告訴大家 太陽小 發光微弱 才遠遠流長 讓我們的文明可以發展 這種星球在銀河系裡面是比較多的 越小的越多 所以我說普通平庸 因為平庸多 所以活得過久 所以我永遠在這邊我都要講一樣的故事 我們要很信心我們的太陽很普通 我要告訴大家各位小朋友 你不要覺得你的爸媽很普通 因為你的爸媽很普通 他才能夠每天回家陪你吃飯 陪你來聽演講 他不是很耀眼 對不起 是這個意思 長大了以後你才知道 因為普通無所不在 連生命的組成都很普通 造物者沒有用很珍貴的黃金白金做我們 還用什麼做我們 氫氧碳氮 用最簡單的元素做了我們 因為普通 所以宇宙中其他地方 都能夠做這種生命出來 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過去幾百年我們的科學史 就是證明我們很普通 地球很普通 太陽很普通 這種生命很普通 平庸 好了 終於要死了 太陽中間的燃料用完了以後 那外有引力都沒有東西抵擋它了 外有引力縮下去 縮下去了以後壓不住 因為壓不進去 總有物質把它擋住 所以它壓進去以後呢 反彈回來 就把外面的東西 要不然就緩慢的方式推出來 要不然就用爆發的方式爆發出來 那恆星這一輩子做什麼事情呢 它核反應產生發光發熱嘛 另外就是把簡單的原子核 融合成複雜的原子核 所以恆星的太陽的中間 除了發光一個發熱的地方還是什麼 核子工廠 它製造複雜的原子 然後爆發晚年要死亡的時候 就把這些複雜的元素 又回歸了星際太空 又造了下一代的星球 所以你我身上的 美啊 蓋啊 鐵啊 蒙啊 任何東西 全部都是恆星做的 是恆星做的 好了 好 我們看看這是什麼 這是星系 我們把恆星 剛才講的恆星很多湊在一起 就構成了一個星系 我們沒有辦法幫銀河系拍一張照片 因為紫原生在紫山中 我們就在這個盤子裡面嘛 我們不可能跑出去照一張像嘛 所以我們只能說 我們這樣子長相啊 那邊有一個星系 我幫他拍一張照片 據我們對這個的了解 我們跟他應該很像 我們拍了一張別人的照片 我們說我們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好 這是一個星系 這裡面跟我們銀河系一樣 包含了幾千億個恆星 好多星都混在一起 看不出來了 對不對 這好漂亮 你看 這些好奇怪的結構 個別的亮亮的 不是很乾淨的氣體 還有一些黑色的塵埃混雜在裡面 好漂亮 大自然不曉得是用什麼奇怪的方式 做成一個這麼妙的東西 好 這是銀河系 來 我們要繼續囉 我們現在要開始講很快了 我們的尺度要越來越大了 然後剛才的這個星系 裡面是一個一個的恆星 我們把鏡頭拉遠 這裡面 這每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裡面每一個點 現在就是一個銀河系了 一個星系啊 星系聚集在一起 我們把它叫星系團 有的東西會發光 你看 我們看到會發光 這邊呢 黑黑的沒有發光嘛 沒有發光我們就不知道 它有沒有什麼東西在 對不對 好 然後有的很近 很擁擠 甚至於兩個星系會撞在一起 好 有的很擁擠 有的很鬆 有的會發光 也不發光 這張照片是太空中的 所以它不會忘領鏡 拍把影像存起來 過一會再拍再存起來 最後把它累積起來 哇 好 很暗很暗的天體都顯露出來了 各位 很暗的天體表示 它可能機會上是很遠很遠的天體 很遠很遠的天體 如果你剛剛有聽我演講的話 就表示它是很久以前的宇宙發出來的光 所以這張照片是很早以前的宇宙發出來的光 對吧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看到最古老的宇宙了 用我們眼睛看到這種光線 拍到最遙遠的宇宙的照片 這裡面每一個都是一個星星 星星有相撞在一起 很近 所以星球跟星球之間隔很遠 記不記得我們這邊的番茄跟菲律賓的番茄 可是星系跟星系之間是隔得很近的 你看 它們之間的距離跟它自己的大小差不多大小 星系跟星系很遠 這樣在一起 好了 那宇宙是什麼呢? 宇宙就是把所有的一堆全部講在一起 剛才我講的東西 東西跟東西會有交互作用 比如說我撞你就會痛 我推你就會跑 排斥力你就會跑 因果關係 有的東西 有的交互作用 有的反應 有的因果關係就有順序 就有時間 我把所有的那些時間加在一起 空間加在一起 這個東西我們就叫它宇宙 宇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來 這張我要花一點點時間講 但是不能講太多 但這張非常重要 我快要收尾了 各位 這一張這一條直線 大概是上個世紀 甚至於誇張一點 過去兩三百年 最重要的科學成果之一 這直線是什麼意思啊? 直線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 這個量 跟這個量 跟這個量有關係 對不對? 假如這是股票 這是年 那股票一直上升 哇 這是很厲害 對吧? 這個意思 1920年代的時候 將近一百年以前 哈國 這位美國的天文學家 他觀測到很遠很遠很遠的星系 他就發現到一件事情 仔細聽好 正軸他就發現到 所有的星系好像都在離我們遠去 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喔 第一頁之間你一定說 我們不是普通嗎? 那怎麼 星系知道說我們在哪裡? 怎麼都離我們遠去呢 對不對?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哈國說 所有的星系都離我們遠去 而且是遠去的速度啊 跟它離我們的距離啊 有一個直線關係 我再講一次 很遠很遠的星系 它離我們近的 就離我們遠去的比較慢 離我們遠的呢 就離我們遠去的速度很快 這太離奇了 好像我們很臭 我們今天走到教室 你中間一站打就 喔 全部都離我們遠去 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條直線? 後來大家想 我們很普通 很普通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地球上面 我們在宇宙的這個角落 看到這個情形 這個情形叫哈伯定律啊 一條直線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情形 那麼你在宇宙的其他地方 應該也看到這個情形 那就只有一種解釋 你想像一下有一個炮彈炸成碎片以後炸開來了 每一個碎片看到其他的碎片都遠去 每個碎片看到一樣的情形 對吧? 而一位爆炸是同一個點爆炸開的 跑的快速當然跑得遠啊 跟我們無關 因為大家都在看到一樣的情形 所以哈伯定律得到了一個推論 就是宇宙處於膨脹的狀態 宇宙在膨脹 各位宇宙好大啊 我剛剛前面講 告訴你浩浩的宇宙點點點 我們在時間上一點點 空間上一點點 人類居然可以用我們目前簡單的物理知識 告訴我們宇宙的狀態 宇宙處於膨脹的狀態 後面這些我不講了 我只要告訴你說 每個人都會挑戰的時候 這不一定 說不定大家真的離我們遠 我們真的很臭 大家離我們遠去 不是 後面還有很多其他證據 證明宇宙在以前更小 要有炮彈爆炸的這一個說法的話 就表示宇宙是有一個起點的 那個起點叫它大霹靂 大霹靂以後 宇宙才開始出現 好多其他證據 我今天不講這些證據 所以宇宙是有起點的 目前這經文學告訴我們 這個上下四方古往今來的這個雨跟咒 是有起點 這太不可思議了 你也會問這個問題 宇宙如果有起點的話 那麼宇宙外面是什麼 宇宙前面大霹靂之前是什麼 對不對 這些都相不相信 都有答案了 不過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這是我剛剛講的 我說我提醒你幾個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宇宙膨脹是一個大尺度的現象 好像音樂會擅長 等一下我們演講結束了 有擅長 大家就散開來了 膨脹 可是兩兩之間父母小孩還是走在一起 還是小尺度還是受外遊引力規範的 所以或近或遠還是走在一起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是很大的尺度 剛剛那張圖是很大很大的尺度 還有宇宙的擴張不像是我們現在教室裡面說 來 大家彼此遠離 你肩膀一直往後一推 你說我們彼此遠離 不是啊 宇宙的擴張是什麼意思 是你大家坐在這邊不動 我請外面的工人來灌漿 他灌灌漿我們的地板就無中生有冒出來 你大家都沒動 你說我是無辜的 我都沒有動 可是大家還是在遠離 整個時空是這樣子創造出來 聽起來有點詭異 可是這真的是 這根空間已經在那邊了 然後積極在裡面跑是不一樣的情形 最後一點請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只能看到有限的範圍 為什麼 因為外面的部分光線還沒有到我們這裡 對不對 外面還有別的地方 至於在那個起點之前 或者外面是什麼呢 宇宙如果在膨脹 因為時間 將來宇宙就會膨脹到那邊去了 那起點之前可能有別的宇宙 我們不知道 目前是沒辦法知道這一點 好了 所以現在跟大家講 我們整個宇宙從大霹靂開始到現在 各位137億年不可思議 人類可以知道宇宙從開始膨脹到現在 就好像我去量那些炮彈的碎片的距離跟速度 我就可以推出來是什麼時候產生爆炸 多久以前爆炸了 對吧 人類現在發現宇宙有起點 137億年以前 一開始有一個事件創造了宇宙 在宇宙很年輕的時候 4億年到7億年的這段時間 是剛才哈佛那張望遠鏡拍到的 所以我們從這邊看回去還沒有看到邊 我們還沒有看到時間的一開始的時候 好 好了好了來來來 這麼大的一些宇宙 我說有力量 有物質 力量碰力量 力量碰物質 物質碰物質 以大別交互作用的現象 拉出來了空間跟時間 那我們怎麼知道這些事情呢 天文學家的工具很有限 我們不能跑去看看說 遙遠的星星你是什麼東西做的 挖一把泥土看看不行嗎 我們只能藉由遙遠的東西 只能靠一樣東西 它發出來的訊號 它多半的訊號都是光線 所以我們就收集它的光線 分析它的光線 好啦 一旦有了這個先覺的限制以後 我們所有知道天體的訊息 絕大部分都是來自光線 不發光的 我們就很難知道它存在了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問了幾個問題 我們藉由光線認知別人的長相 我現在把教室燈全部關掉 你就不知道你隔壁的人的長相 對不對 好了 我們晚上到了一個陌生的城鎮去 我到了一個鄉鎮去 我看到這邊有一盞路燈 這邊有幾家人物 有幾個燈 我說這個城市就這樣子 第二天長到一起來 哇 原來不是這樣子 昨天好多地方沒有開燈 對不對 路燈是架在一個電線桿上面 我看到哇 白天 跟晚上情形不一樣 因為晚上我只看到發光的東西 白天我看到那些沒發光的 好 我們藉由星光來了解宇宙 而星光來自於恒星中央的核子反應 現在都聽懂了嗎 來來來 但是主宰宇宙結構的不是電跟磁 不是光 是萬有引力 萬有引力讓大家繞著圓形跑 哪邊多一點哪邊少一點 是萬有引力 萬有引力有一個特色 電有正負 磁有南北 萬有引力到目前為止只有引力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目前觀察到就叫萬有引力 因為只有引力 所以它的趨勢都是讓大家集中 引力嘛 兩兩之間 這邊在座如果有50個人 我就每一個人發49條橡皮筋 規定你兩兩之間都要拉一條橡皮筋 萬有兩兩之間都有引力 那我說引力要拉 我們全部的人拉會什麼結果 大家全部都會到中間去了 引力嘛 想要做得好好聽課 不會拉到中間去 你就要怎麼辦 就要跑 剛剛講的離心力的原理啊 你就跑啊 這樣你的引力就拉開了啊 對不對 要跑要跑 好啦 來啊 全班都在跑啊 我現在把教室燈關掉 你站在旁邊 你根本不知道人家在跑 除非今天有一個人受不了 他跑一半他把手機拿出來 他是亮著的 可是你在旁邊看 你就看到那個很怪 他就一直跑 一直轉圈奇怪了 沒有受到別的力量他應該走直線嘛 他為什麼一直跑呢 一定有東西拉著他 而且是全班是50個人 還是100個人 這個人跑的速度一定不一樣 100個人力量大 他要跑很快才行 才能夠平衡到萬有以離 對不對 所以雖然他不發光 其他49個人都沒有戴手機 我藉由這一個發光人的運動 我可以探究出有別的人存在 有多少人存在 雖然那些人不發光 對吧 就這個原理 來 我們來看看 這個不講了 平常我們繞著太陽在中間 我說了太陽在中間 地球繞太陽轉 木星繞太陽轉 各位 木星離太陽遠 它不需要跑太快 因為遠外有引力小 它慢慢跑就平衡了 地球離太陽近 引力強 它一定要跑快一點 才能夠平衡外有引力 所以我們中學學到了 什麼科普勒運動 就這個原理 裡面的就要跑快一點 外面的就要跑慢一點 再講一次 裡面的跑快一點 外面的跑慢一點 數學上就是太陽在中間 裡面的速度快一點 外面的慢一點 對吧 一定是這樣一條曲線嘛 好了 五十年以前 人們量這些天庭繞著銀河的運動 發現這是銀河的中心 照理說離銀河中心應該跑得快 外面應該跑得慢 應該這個樣子 結果不是 它發現我們這個運動 不管是由內而外 大家都跑得一樣快 這是一件很納悶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銀河系的照片 到這邊就沒有光線了 旁邊外面幾顆零星的恆星 發現它還是跑得很快 五十年前大家就說奇怪了 為什麼這些星星會跑這麼快 我看到發亮的星星就沒有這麼多 就回到了我們剛剛橡皮筋的那個原理了 有很多東西跑得比較快 這一個跑得比較快 不但是我們自己銀河系 在其他的星星也都看到類似的情形 從內而外並沒有速度越跑越慢的情形 那只能有一件一個事實 就是東西不是集中在中間 而是有好多好多物質 到了我的照片已經沒有看到太多星星亮光的地方 還有東西在吸引著它讓它跑 這件事情就叫做暗物質 所以暗物質的第一個 它的英文叫dark matter 暗物質 暗物質是什麼東西 我跟各位講 19世紀的時候 我們對於不知道的東西都叫它x 所以發現了一種很奇怪的輻射線 我們就叫它x射線 發現不知道的物質就叫它x物質 不知道的行星就叫x行星 很神秘的檔案就叫它x檔案 連數學上我們要解的位置數都是x 不是x就是位置 可是現在21世紀x不流行呢? 換一個字叫黑暗 這就是流行沒什麼不懂的東西 我們就叫它暗 可是這跟我剛剛講的那個黑暗星雲是不一樣 黑暗星雲我們知道的 它是塵埃 它真的是黑暗對不對? 這個暗物質是什麼呢? 暗物質它是一些不發光的東西 但是我們知道它存在 它一定存在 為什麼? 它影響了那些會發光的物質 我每次要上高速公路 從中壢這邊 新屋郊遊道一上去 我要知道高速公路上面有沒有塞車 塞車都是小車子 小車子多嘛 可是因為隔音牆的關係 我看不到小車子 我只能看到巴士 我看到巴士 這樣過去 我就知道沒塞車 我如果看到巴士 我就知道塞車 雖然為數眾多的是小車子 我看不到 可是它影響了大車的運動 我看得到了 我就知道它一定要存在 小車子一定很多 好 這是暗物質喔 已經50年了 還有別的證據顯示暗物質的確是存在的 暗物質是什麼東西? 它一定存在 我們的物理告訴我們它一定要存在 因為它影響了發光的東西 所有天文學的東西 如果哪一天你碰到有人問你說 這個地球中心到底是什麼? 你有一個答案一定不會錯 就是說不知道 不知道 暗物質是什麼?不知道 我們知道它一定存在 可是它到底是米做的呢? 還是很奇怪的物質慢慢組成? 它就不發光就對了 它不發光東西多得很嘛 可是地球就不發光嘛 如果太空中到處跳的都是地球也可以啊 對不對? 可是現在很多實驗證明 它不是到處都是地球這種東西 對不對?不知道 到目前為止都不知道 但它確實存在 好不好?第一個答案 暗物質是什麼?不知道 暗物質是什麼?不知道 但是它存在 來第二個 剛才跟你講哈伯定律嗎? 再一次 我再講一次喔 這次講有學問一點 沒有 來哈伯定律 正軸心系後退的速度快慢 橫軸是星系的距離 各位 速度跟距離哪一個好量啊? 真的嗎? 在地球上是這樣對不對? 距離走過去量嘛 可是星星呢? 星星怎麼量啊? 不能打電話說你離我多遠 星星怎麼量? 星星很難量距離 可是星星量速度很容易 速度怎麼量? 距離怎麼量? 速度很好量 高速公路上面你看這警察 他打一個波出去 你的車子一碰這個波反彈回來了 利用這個簡單的原理 他就知道你太多快 這個東西物理上叫諸普的效應 你不要管這個名詞 我解釋給你聽 你到中大湖去 好不好? 一個小朋友站在這邊 另外一個小朋友站在湖的那邊 拿一個竹竿 他敲中大湖面 一秒鐘敲一下 一秒鐘敲一下 一秒鐘 所以這個聯誼啊 一秒鐘就出現一個 一秒鐘出現一個 湖旁邊的人就看到 一秒鐘進來一個波 一秒鐘進來一個波 一秒 可是今天這個小朋友說 哼?我要調皮導彈 他就做了一個飛行翼 他就要碰到湖面 免得干擾到 他就往那個小朋友飛過去 會什麼結果? 他會先趕到 後來才要到的波對不對? 所以那個波會 快於一秒鐘就出現一次 對吧? 波本來是一秒鐘才來一個 一秒鐘來一個 連以一秒鐘來一個 我飛過去 哇!好快喔! 他看到的頻率快慢 會比較快 他如果倒過來飛呢 就比較慢 這就是諸普的效應 我們到醫院去 他打一個波進來 看我心臟怎麼跳 我就可以沉像 因為心臟每個部分 反射是不一樣 我就可以沉一個心臟的像 就是諸普的效應 警察打一個 他知道快慢是多少的波 看你返回來是什麼 他就知道你是向著你來的速度是多少 就可以測我們的速度 所以速度好測 我只要看這些遙遠的星星 大家都是親戚 親戚本來應該在某些地方有發射的 我看你發射出來的快慢變化的星星 我就知道這一團親戚的相對速度是多少 快慢很好球 距離難球 天體的距離很難測 大家都是一個光線 比較亮的還有可能很會發光 不見得是距離的關係 所以距離很難測 今年的諾貝爾講的 為什麼要準備這個演講 我本來不要講這個 我本來講碰撞就可以做實驗 讓大家去丟泥巴的 所以今天為了要講這個就沒有活動了 這個星演講講這個 今年的諾貝爾講就是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他們用一種新的方法 來測遙遠的天體的距離 他用一種東西叫超星星 哇聽起來就很炫 給我一分鐘 我告訴你什麼叫超星星 星星如果很大 我剛剛講了嘛 他生前很耀眼 死亡的時候呢 一下子燃掉就燒完了 他就縮下很快的縮下去 快速的壓縮 快速的反彈 把外面的物質砰炸開 用爆發的方式結束他的一輩子 那根星已經快死掉了 回光反照才這麼亮 他死亡前的爆發 我們把它叫做超星星 第一個他畏不星 他不是一個星誕生的星球 他其實快死掉了 古時候的人不知道嘛 本來沒有後來冒出來以為是星誕生的 他甚至於不是第二個這個星 他不是一個星球 他是一個爆發現象 他爆發完了以後 過幾個月光速按下去就沒了 看不到他了 他比一般的星星還要亮出來 叫他超星星叫超 好他快死亡的時候 強力壓縮產生反彈 把外部物質爆發出來 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他生下來就胖 大質量的恆星很胖 喉嚴爆發活命死亡 以超星星的方式結束一輩子 第二個才冤枉 他本來不怕 他本來是像太陽一樣 普通的星球本來要慢慢死 死的時候把東西慢慢拋出來 偏偏他活下來雙胞胎 他旁邊有個星球跟他一起活著的 結果他爆發了 他別人的那個星球先死了以後膨脹以後 物質就全部呼噜呼噜呼噜被他吞下去 他本來不胖了 結果吞下去他就變胖 變胖以後他就又變成這種星球 又爆發死亡 我再講一次 第二種超星星是他本來是小小的星球 因為靠吸別人 吸別人他就胖一點沒關係 再吸一點又胖一點沒關係 可是吸到某一個靈界不能再胖的時候 他就胖過頭了 他的死亡就會用超音星爆發的方式死亡 它是一種靈界現象 也就是說不發生不發生不發生 一旦發生就發生了 那一個發生的現象 使得它爆發出來的光度是差不多 物理學上最喜歡這種 它有個東西差不多的 我拿一個100瓦的燈泡 我到哪裡它都是100瓦 可是我如果離你很遠你看起來就暗很多 離你很近就亮很多 這一個標準的光 標準燭光 標準的一個燈泡 就可以當我量距離的工具 超星星的這一種超星星就是很好的工具 偏偏爆發很亮 可以到很遠很遠才看得到 來各位 我又要講哈佛定律了 哈佛定律告訴我 越遠的後退越快 越近的後退越慢對吧 記起來了這條直線 哈佛定律來來來來 今年的諾貝爾講說 這裡有兩批人 他們利用超星星這一種超星星 爆發的方式來量遙遠的星系的距離 然後把他們的距離跟他們後退的速率 又畫了一張圖 就出現了這一個很奇怪的圖了 這條紅線是原來的哈佛定律 沒問題嗎 我們已經懂了 可是他發現 在很遠很遠的宇宙的地方 好像這個資料點開始彎過來了 彎過來是什麼意思 很遠的星系 它膨脹的沒有預期來得快 彎下來了嗎 很遠的星系是很久以前的宇宙嘛 所以以前的宇宙沒有膨脹那麼快 翻譯成白話文 宇宙越膨脹越快 以前膨脹的慢 現在膨脹的快 你說膨脹慢 又快有什麼關係呢 來來來 我今天丟這個銅板 當我把銅板向上丟 往下跑的時候 不管銅板往上還往下 你力量其實都向下 所以往上會慢會變減速 掉下來因為方向跟力量方向相同 它就加速嘛 對不對 來 所以我全班剛才發橡皮筋的意思就是說 你一拉 外有引力一定是把你拉向中間的 所以我銅板往上丟 它一定是減速的 它可能向下跑 可能向上跑 不是加速 就是減速 它不可能在向上跑 它說力量向下會加速的嘛 大家宇宙在膨脹 應該都要減速的 偏偏以前的宇宙膨脹的比較慢 現在的宇宙膨脹的比較快 宇宙在加速膨脹的這件事情 讓科學家完全傻眼 因為萬有引力沒有這個機制 所以科學家未來解釋觀測到的現象 他們就想太空裡面 一眾一定有某種力量 它是抵抗外的力量 它是向外撐開的力量 一股能量把宇宙向外撐 使得宇宙在加速膨脹 這一股能量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又來了 不知道是什麼 就叫做暗 所以就叫做黑暗能量或暗能量 這是今年諾貝爾講 就講這件事情 我們黑社會講完了 如果暗能量存在 各位我會講如果 因為暗物質一定存在 這基本物理沒有問題 但是暗能量存在要有不知道的物理 我們不懂的物理 所以它是不是存在還不知道 但是多半應該是在 要有新的東西來解釋 我們不懂的東西實在很多 如果暗物質存在 就相當於有一股撐開的力量 就相當於我剛剛丟銅板 我一丟往上跑 不但沒有減速還怎麼樣 還加速跑不去了 銅板就掉不回來了 那我們的宇宙就一直膨脹下去 對吧 好 我講完了 暗物質是什麼不知道 暗能量是什麼也不知道 我的演講實在是太容易了 但是科學家發現 如果存在它數量一定很多 因為衝刺要把整個宇宙推開 這能量一定很多 所以大家就開始去做 啊 來 這是目前我們宇宙 組成我們物質 宇宙的東西能量 所有東西加在一起 發現暗能量佔了四分之三 這個我們聖主義還不知道存不存在 可是如果存在一定很多 另外這個明明存在 但不知道它的性質叫做暗物質 大概佔了四分之一 你我身上我們中學學到的 什麼原子啊 電子啊 紫紫啊 什麼鐵啊 氫啊 鈣啊 蒙啊 草啊 什麼海豚啊 什麼總統候選人啊 全部都是一般物質 只佔了百分之四 科學家真的很沮喪 學了半天的物理 學了半天的化學才是這百分之四 我們還沒學好 只得了六十分 所以宇宙中間還有好多好多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其實可以在那邊很沮喪啊 發現更多的問題 才有更多的過程去找答案嘛 好 所以我今天講完了 我還有兩張投影片 我故意全部都用文字來表達 也是我幾乎每一場演講 都用這兩張投影片來收尾 那讓我用這兩個 這跟我今天講的沒有直接的關係 不過我要用它來結尾 宇宙目前我們知道起始於一個世界 我們把它俗稱為大批力 大批力之後時間跟空間才因此出現 發生在137億年以前 137億我們把它四捨五入 150好了 好不好 150億年的歷史前三分之二跟我們無關 我們不存在 我們不存在 人類不存在 地球不存在 太陽都不存在 因為太陽跟地球 差不多是51年以前出現的 所以我們太陽系的歷史呢 大概是46億年 四捨五入51 三分之一 所以宇宙出現了以後 前三分之二跟我們無關 我沒有猜 後面三分之一 剛剛講的雲氣收縮 中間做了太陽 旁邊做了行星 上面有生物出現 生物慢慢演化 變成複雜的生物 然後呢 都演化到人類的經演講 類似人類的生物 還不是人 人大概只有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年 類人 把它推推推推推到人類的主線 推到最開始 生物學上告訴我們 大概有 我們大概知道可以推到三百萬年 好不好 所以人類的歷史三百萬 來 我們來拍一部電影 把地球46億年的整個歷史 拍成一部一年的電影 元旦開演的時候地球剛剛形成 是用小行星撞擊打大的 行星是打大的 沒有愛的教育 從小就打打打打 撞擊撞擊會成熔融狀態 等到撞擊少了以後呢 地球把自己拉成球體 就這樣成為一個地球 整個一二月份仍然遭受大量的轟擊 處於熔融狀態 終於凝固了海洋出現了 海洋哪裡來的 除了自己本身的水分以外 彗星可能帶來了很多的水 最原始的生命在海洋裡面形成的 生物學告訴我們水很重要 所以它在海洋裡面形成 之後生命展開漫長的演化 一直要到現在 11月底的時候才有些生命登陸 有些生命登陸了以後 生物學要告訴我們陸地不好 又回到海洋去 所以陸地上面有生物 海洋上面裡面有生物 之後電影繼續放映 像是恐龍這樣子的生物 一直要到12月12號前幾天才出現 實際的年份是在聖誕夜滅絕下禮拜 實際的年份是6500萬年以前 在我們這個比喻裡面 在12月24號的時候恐龍滅絕了 因為滅絕了但是沒有滅絕光對吧 可能跟貼皮撞擊有關係 所以這樣生物的跳躍式的演化 產生了哺乳類跟鳥類 各位一年的電影演到12月24號 還沒有看到人類 那就表示你從來沒有看電影 主角沒有出現了 那就表示我們不是主角對吧 人類人類在這部電影裡面 一直要到除夕當天才出現類人 我們剛剛的300萬年才除夕當天 一直要到傍晚才學會製作實器 實器時代啊 起始皇統一天下的時候剩下14秒鐘 孫中山推翻滿星的時候剩下0.6秒 各位從來沒有電影主角沒出現 第一個我們不是主角 這個我一定要認清楚 過去的46、60年我們只出現了 很短很短的一段時間 人類雖然不是主角 人類卻是唯一的生物 可以有大量他殺 我們可以讓續集拍不下去 但是續集如果拍下去 我們一定是主角 因為一開眼就在了 對不對 所以我跟小朋友們講 我們上一次什麼時候跟爸媽鬧彆扭啊 考試考第幾名啊 為什麼別人都有新手機我都沒有啊 我對各位眾不眾發展 我們的生活就是這個事情吧 但是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各位 我們肩膀上背了幾十億年人類的演化 我們才能聽演講 所以我們要珍惜這根智慧 也絕對不能自殺 因為我們好多人活到這邊 幾十億年的演化呢 不得了 所以讓我很巴睹的方式來結束這個演講 就是我們要珍惜 你看我們講說的永續君 你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我們花了好久的時間 你看 我們我講的半天花好長的時間 告訴我們恆星啊行星啊星系啊 講了半天告訴我們那些只是百分之四 過去這十年的這個演化 對不對 得那個進展 告訴我們我們不懂的東西太多了 在座的主委將來都是把這些黑暗的東西翻成 把黑道變白道的重要推手 你們這一代人會告訴我們 暗物質是有什麼東西做的 告訴我們暗能量 到底我們了解的空間 到底根本不是我們以前想像中的樣子 時間的性質到底是什麼 可能都會出現 你們還有下一代 一代一代我們越懂得越多 當然會出現更多的問題 但是整個科學就是這樣進展 好啦 謝謝大家 我們要讓陳老師休息一下吧 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 就是我講三點嘛 第一點就是很開心知道自己是平凡的 因為紅顏薄蜜啊 所以我們應該都很信心大家是平凡的 第二點就是很多問題 可能最好的答案是回答不知道 第三個 我以前小時候我在中學的時候 看小王子這本書 也提到同樣的概念就是 各位可能會發現喔 真正重要的事情 常常是看不到的事情 再一次正 我們宇宙中只有4% 是我們看得到的東西 剩下不管是暗物質還是暗能量 其實我們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忽視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當然也可以很廣義的解釋 包括是比如說愛 所以你也看不到對不對 很多重要的價值是看不到的 那也要很發股的就是要在這邊呼籲 就是人類到底會不會演這個訓集 可能是要靠各位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不可以 就借這個機會 我們自己在心中就是立下一個誓言 希望我們是有機會去看到人類的未來 甚至在那裡的朋友們 也許就是由你們來解答 到底什麼是暗物質 什麼是暗能量 好 那我的心得會調到這邊 然後也是順便讓我們程老師稍微休息一下 那因為今天是一個存研檔的形式 所以我們會開放這個Q&A的時間 那不想要在座的晚大朋友小朋友有沒有 這邊有一位請稍微等一下 我們第一位麥克風 大學長 加授我請教你的問題 第一個是我們對於暗能量跟暗物質的成果都還不知道 那會有什麼 我們會知道它一個是站盤勤散 一個站盤是26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最近LHC的那個 微中止超光速的事件 不曉得你有什麼看法 謝謝 好 問題因為很清楚 我就不重複了 我們一個是暗物質是知道存在 但是不知道它的成分 它的性質是什麼 但我們知道量啊 因為它影響的會動的東西 我剛剛講 全班是50個人相機讓它跑的 還是100個人還是1000個人 它跑的不一樣 所以我藉由這些發光物質 跑動的情形 我就可以推測這些看不到的暗物質 有多少量 暗能量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那條曲線彎過來 它是這樣子彎的還是這樣子彎的 就是很誇張的 就是宇宙加速膨脹的程度是多少 物理上是可以讓我知道 讓一個東西加速需要多少力量 這個我是知道的 這是基本物理也是知道 所以量是可以推得出來的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LHC LHC 答案很清楚我不知道 不過我跟大家講 我的物理知識並不是很深 不過從來沒有人規定 東西不可以超光速 沒有任何人講過這句話 安因斯坦當時他說 我假如光速是一個 任何地方看都有個極限的話 他推出了一些性質 他也沒有說東西不能超光速 東西可不可以超光速 可以啊 你今天到水裡面去 用光打進去 因為光到水裡面速度變慢 我可以在電子 把它加速加得比光還快 就是超光速 光本身不是一個很特殊的事情 但是光速在真空中 我剛剛講 每秒30萬公里的這件事情 它是因為電場改變產生磁場 磁場改變產生電場 是空間的有一種性質 讓這個極限在這邊 我常常開玩笑 這是開玩笑的 有沒有東西超光速 有啊 我們的想像力就是超光速 對啊 我今天閉錢眼睛 我要去火星 我要去天堂星 我不能改變它 我不能說 我真的居然拿一片泥土回來 不行 所以超光速本身沒有特殊 所以你今天如果找到 有某種東西會超光速 並不是很特殊 它在很短的很小的尺度裡面是沒有 何況那個實驗還沒有 我認為還沒有證實 也怕還有很多的誤差呀 還沒有證實 如果哪一天有證實 我們再看有什麼新的物理會出現 不過我先講一句 就是說 那當然如果超光速 有什麼好玩的性質 因為我們傳遞訊息 目前知道就是光嘛 所以我今天讓這個瓶子在桌上 我把它弄下來 封掉在地上 這件事情 它就光就出去了 訊號出去了 所以你看到我弄瓶子 瓶子在掉到地上 我今天如果超光速跑 跑得比光還快 我就會看到它先掉到地上 再看到它還在桌上 因果關係就會亂 雖然我還是不能改變它 但因果關係 因為這個因果關係亂了 所以才讓大家覺得 光速好像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其實不會 其實不會 我這樣跑 我其實沒辦法超過光速 需要很多很多能量 所以也有人說超光速的永遠 低過光速的永遠低過光速 等於光速等於永遠等於光速 超過光速等於超過光速 那邏輯不會亂的 是只有你在從這邊超到另外一邊去 才有可能會亂掉 但我這個東西不是懂得很多 就是只能講到這邊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 我也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幫我兒子問的 他常常會問我 天上最亮的行星是哪一個 太陽啊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剛剛教授在課堂裡面有講說 那個自轉跟公轉都是逆死針 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對不起 明兒子在哪裡 他應該自己問 來 自己問 下次自己問 來 沒有關係 問題這麼棒 好 第一個問題就是天上最亮的行星 天上最亮的發光的東西就是太陽 不要不看太陽 對吧 反光的月亮也很亮 木星 金星都非常亮 可是它是靠人家的光線 我們不算好不好 所以天上最亮的恆星就是太陽 夜晚最亮的一顆星星是天狼星 剛才我有在展示在那個獵父座旁邊有一個 那顆星是夜空裡面最亮的 好 第二個題目是公轉跟自轉 我其實有埋藏在這裡面 但我沒有講答案 內團做我們太陽的內團雲氣 它有在轉 我剛剛講萬物一定要動 不動最大雲氣就收到中間去了 對不對 它一定要轉 好了 轉了以後 中間很熱 變小 做了太陽 旁邊就形成了一個扁盤的樣子 因為要轉 你把一個毛巾一轉 毛巾不就攤開來了嗎 離心裡 它就變成一個扁盤的形狀 這個形狀裡面的塵埃開始凝集 啊 做了行星 行星大家軌道上吸東西 越造越大越造 造就了八個行星出來 在軌道裡面就繼續沿著 剛才那團雲氣轉的方向繼續轉 物理上有一個名詞叫 角動量守恆 你根本不用知道這個名詞 反正當時照這個方向轉 除非你去拍它 它還是要往這個方向轉 所以這個盤子啊 裡面造出出來的東西啊 還是用這個方向轉 裡面也是用這個方向轉 連太陽的自轉都是這個方向 這個整個系統有一定的旋轉的方向 所以你從北向南看 成千上萬的天體 都是這個方向轉 很少數的例外是可以解釋的 比如我剛剛講你拍它一下 它在做的過程中 你撞它一下 它就倒過來轉 沒關係 倒過來它還是倒過來跑 金星啊 那個天王星 它們就是比較奇怪 我們地球也是歪著的嘛 對吧 但是大概還是有系統的 都是這個方向轉 只有邵小瑜家老大回的 貴心把咬洞丟出去 就不回來了 萬一回來了 它就是一個很凌亂的方向 因為丟是可以從各種方向丟 而且回來都是橢圓軌道 否則當時大家一起做出來 都是圓形軌道 大家都規規矩矩 繞著中間跑操場 就這個原因 大家方向都相同 是一個規矩的系統 所以一開始的方向的決定 就是塞子決定 對 當時也沒有塞子 當時那個方向 我們現在就知道 那個方向叫南阿北啊 就這樣 南阿北 都很好的問題 來 還有沒有 來 來 那個教授演講很清楚喔 都用很生活化的底液 跟我們講這些 我本來覺得這個很難懂的東西 被教授一講就覺得 欸 比較好懂 我比較 比較就是比較擔心耶 可能是多一點擔心 就是我剛剛不是有講說那個 超新星 它會爆炸對不對 另外一種是平凡的星也會被 什麼吸 吸 吸過來對不對 那我們是太陽嘛 那太陽會不會 它不是平凡的嗎 那它會不會也把 就是本來我們可以活100年 然後呢 它可能中間有某些 又可能有什麼 又把別人吸過來 然後它就提早飆折來怎麼樣 很好的問題 好 太陽本來可以活100億年的 因為我們太陽是一個瘦小的星球 很健康 會活很久 會不會因為吃太胖就爆 不會 因為我們太陽沒有跟它在一起 繞在一起的恆星 那種系統是雙星系統 它是兩顆星繞在一起 然後兩顆星繞繞繞繞 來 這顆星 因為比較大 比較大 壽命短 它就先爆 先膨脹 噢 膨脹 膨脹 本來兩顆星相安還算不適 可是它距離蠻近的 然後一顆膨脹 噢 膨脹了以後呢 東西就會跑到它的外有引力範圍去了 它就把它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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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過來 讓它長大 長大也不見得就要過胖 它還是可以 但是如果過胖 它就會踏縮下去爆發 我們太陽沒有這樣的環境 我們太陽沒有靈靜的一顆星球 所以太陽還是可以活五十一年 沒有問題 還有五十一年可以活 非常棒 很好 非常棒 來 有沒有小朋友問問題 小朋友 你哪個小朋友舉手問個問題 我送你一個禮物 你有嗎 你不能可以問測股在哪裡 你要問嗎 你要問我禮物是什麼 再決定要不要問 來 幹嘛 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嘛 對 來 我看你很專心聽的樣子 星球 黑洞被星球吸進去會怎樣 黑洞被星球吸進去 是 星球被黑洞吸進去 很好 很簡單 你知道答案是什麼嗎 不知道 黑洞它是一種 物質跟能量的一種狀態 你知道我們這是物體對不對 水是液體對不對 還有什麼氣體 它是一種狀態 這個狀態指著說 黑洞如果把星球吃進去的話 就變黑洞 它就變成黑洞那種狀態 黑洞就會長大 就這樣子 好不好 很好的問題 黑洞是另外一場演講 黑洞不是暗物質 有人在想說 黑洞可不可以用來解釋暗物質 所以的確它是有可能 萬一 黑洞不一定要是那種很可怕的黑洞 黑洞可以很小 可以很小 它也是那種物質狀態 很密很密 所以它就叫黑洞 那那種小黑洞 它會有人假設說 它可以穿過地球 就好像你拿乒乓球 去丟那個網球的那個縫 你一丟就過去了對不對 黑洞可以穿過地球 噗啊穿過去 就會發生爆發 但是後來發現 黑洞可能沒辦法解釋 黑洞不夠多 暗物質有蠻多 暗物質比我們可見 光的物質就已經多了十倍 我送你一個桌墊 不是一個杯墊 謝謝 這個杯墊 是你拿那個冰的那個水放上去以後 它不會濕 好加油 對好 真的啊 我給禮物就可以照相 對 來看鏡頭 謝謝 給大家看得出來我還有一個 所以我們再開放一個問題 我們盡量保留給小朋友好不好 小朋友看到有禮物 開放小朋友想要問的 好 好你終於問問問題了 來 人肉白洞 你知道答案是嗎 這兩個問題很對稱很好 黑洞就是屬於那種 我們認為它一定要存在 因為東西吸下去沒東西抵抗 它一定要變成某種狀態嘛 黑洞要存在 那目前有很多證據顯示 黑洞是存在的 白洞它是另外一端 它說黑洞如果都擠進去的話 會不會從另外一端看 你那個叫什麼水槽 你一放水 大家咕嚕咕嚕嚕全部掉進去了吧 那你總好有東西從另外一邊要出來 所以有理論就是說 另外一端就是白洞 它能量就無 無中生有就冒出來了 目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白洞存在 因為黑洞本身 我剛剛講它是一種物質狀態 它就可以在一個空間裡面存在 小說裡面說它可以擠到 把空間擠得很擠 就一個床單本來是平平的 我拿一個很重很重的棍子去壓 這個空間就會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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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下去 會不會很扭曲了以後呢 才有白洞存在 所以答案是沒有 目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白洞存在 白洞存在 白洞純粹是理論 想像的 數學上的 沒有 好 謝謝你 好 來 這個 再送你一個 也送你一個 杯的造景 有得很漂亮 來 可以照相 1 2 3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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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森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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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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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謝謝 謝謝